各位現場的長官 與會的貴賓 還有所有的媒體先進 嘉賓好朋友 以及我們所有的參展 廠商 業者代表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再一次感謝各位共襄盛舉 2020台灣板金雷射應用展 展覽是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以及台中市政府所指導 特別感謝主辦單位 台灣雷射板金發展協會 以及協辦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還有台灣雷射科技應用協會 執行單位是由經濟日報來執行 大家好 我是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 副總經理黃世華 今天很高興我們展館正舉辦 2020台灣板金雷射應用展 然後在這個 因為台灣疫情控制得當 所以在全球很難得 我們能夠在今天此時 能夠舉辦這種大型的展覽 我們今天很高興地邀請到 在這一次台灣板金雷射發展協會的巨頭 就是來促成這一次的展覽 首先我們邀請到我們現任的理事長 黃國斌 黃理事長 請理事長上台 第二位我們邀請到的就是這一次展會的執行長 我們陳順開 請上台 第三位就是我們榮譽執行長 洪文吉 洪理事長 他也是我們第三屆的理事長 好 現在我們有幸邀請到這三巨頭 來幫我們說明一下這一次出的內容 首先我們就請問黃理事長呢 這一次我們展出的規模 還有哪一些分區 請理事長 2020台灣板金雷射應用展 我們在9月18號跟22號五天 在大台中國際展覽館展出 我們這一次的展規館有分為板金設備器 夾控應用器 零組件應用器三大主題 我們今年展出的市展會展出 換年工業四點檐跟智慧製造兩大議題 我們接合歐系 日系 台灣 中國大陸等國的 板金雷射相關產業大廠展出 我希望透過這一次展會的媒合 把新的技術 新的設備 新的應用 共同來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以國際接軌 創造更多的商機 好 謝謝黃理事長 再來我們請了一下 我們那個陳慈祥來說明一下 我們對這一次的展出呢 有什麼樣的一些期待跟未來的發展 謝謝 謝謝 那我們這一次的展覽呢 我們原先是報廠的 報館的 意味難求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然後大家的努力 還有我們協會的推展呢 這次還是在報館 不管是從精密的 微小的雷射 精密加工 一直到萬級的 高功率的雷射加工 對我們台灣板金 雷射加工4.0非常有幫助 更可高興的就是說 我們政府在今年配合了 那個國貿局經濟部 他們呢跟德國的廠商在台灣成立了一個 雷射發展平台 這個今年年底就會推行 我們期待這個我們雷射發展協會 那個舉辦的那個雷射展覽呢 能帶動所有全體 全國 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謝謝 好 謝謝那個陳執行長 那我們再來也是我們那個很重要的一個 整個會展展出的一個促成的一個工程 我們問一下我們那個洪執行長 都讓我們談一下那個整個雷射板金 在海內外整個未來的發展 還有一個趨勢 還有有什麼樣的期待 好 我們歡迎一下那個洪執行長 謝謝大家對於板金的關心 協會一直致力在板金業界的整個發展 讓我們做這個展 最主要是要串結我們上中下游的整合 讓台灣整體工業的團結 有一個平台讓我們來施作 我們從200個攤位一直做 做到現在500、600個攤位 歷經了四年的時間 我們一直期待我們台灣的經濟可以更好 那因為我們台灣現在目前很多的工業窘境 人力不足 或是工業區不易取得 整個投資環境都不利於台灣 所以如何把台灣團結起來 是我們現在要趕快做的 在台灣 我們政治立場非常不好 所以如何結合我們政府跟民間 把台灣帶出來 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我們板金是在十一住行上面 都用得到我們這個板金行業 我們希望藉由板金的引領 來促成台灣整個工業的再進步 可以讓台灣更好 那因為台灣在基礎上面有很好的底子 可是在連貫性非常不好 台灣人對於台灣人的團結非常差 那我們希望在板金業界 每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力量伸展出來 可以來團結我們這個工業 那我們就不怕疫情了 希望這個板金展可以慢慢的去凝聚每一個人的感情 從一個感情的因子的觸發 可以引領每一個人對於處事做事的方法 更為熱衷 我一直很努力在我們這個展會 我希望它可以開花結果 因為疫情 我們疫情的800個攤位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希望我們2020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期待我們的同業 我們的上中下游 跟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 好 很感謝理事長還有執行長 對我們這個產業這樣如此的用心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三巨頭來 對我們這一次的展出 做一個企圖心的宣誓好不好 那我們就好 2020台灣板金雷射應用展展出成功 成功 紅 紅 紅